我们要怀着一世之心 走进恩宠的宝座 以获得愿慈 得到恩宠 作为及时的救助 阿雷路亚 因父及自己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宠 圣神的圣语里面同在 与祢的圣灵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保禄因为去传教 以耶稣基督之名去传教 他被抓了 以后他带到公益会 在公益会里抽审判 保禄他看到 在中间有撒度塞人 也有法利塞人 所以他就大胆地说 他是法利塞人 他是因为相信人 死后复活而被抓的 被控告的 那法利塞人 他们是相信复活 人死了以后复活 撒度塞人是不相信的 是因为这样的 在公益会里面 就分成两派人 有一些人是支持保禄 就是法利塞人 那他们彼此之间有这样的混乱 自然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中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贞 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圣主求你垂怜 圣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圣主求你垂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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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祈祷 圣主求你上次我们 充满你圣神的恩宠 使我们的思想行为 都能符合你的执意 博得你的欢心 以上所求 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圣神 永生永晚 阿们 公读宗徒大事录 那时候 千夫长愿意知道 保禄为什么被犹太人控告的实情 就解开他 并命令司机长及全体公议会集合 随后把保禄带下来 叫他站在他们面前 保禄看出他们一部分是萨度赛人 另一部分是法利赛人 就在公议会中大声说 弟兄们 我是法利赛人 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 我现在受审 是为了希望死人复活 他说了这话 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和萨度赛人便起了争辩 会众就分裂了 原来 萨度赛人说没有复活 没有天使 也没有神灵 法利赛人 却都承认这一切 于是众人大嚷大闹 有几个法利赛党的经师 起来力争 说 我们在这人身上 找不出任何过错来 或者有神灵或天使 同他说过话 争辩越来越大 亲夫长怕保禄被他们撕碎 便命军队下来 把保禄从他们中间抢出来 带到营里去了 当天晚上 主显现给保禄 说 壮起胆来 你怎样在耶路撒冷 为我作证 也要照样在罗马 为我作证 上主的圣言 拜谢天主 天主我投靠你 求你保佑我 天主我投靠你 求你保佑我 天主 求你保佑我 因为你是我的寄托 我对上主说 你是我的上主 没有你 我就没有幸福 上主 你是我的基业 我的一切 天主 我投靠你 求你保佑我 我要赞领 引导我的上主 我的良知 连夜间 也督促我 我时刻 仰望上主 有他在我身边 我绝不动摇 天主 我投靠你 求你保佑我 因此 我心里高兴 物内喜欢 我的肉躯 也无忧安眠 因为你绝不会将我 遗弃在阴间 也不会让你的圣者 遭受腐朽 天主 我投靠你 求你保佑我 你必要指示给我 生命之道 在你面前 才有圆满的喜悦 在你身边 才有永远的福乐 天主 我投靠你 求你保佑我 主说 愿众人都合而为一 父啊 正如我在你内 你在我内一样 使世人相信 是你派遣了我 宣众人都合佑我 原主与你们同在 提表示 那时耶稣居目向天祈求说 圣父我不但为门徒祈求 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祈求 愿大家都结为一体 父啊,愿他们在我们内何而为一 如同你在我内,我在你内一样 使世人相信是你派遣了我 我将你赐给我的光荣,赐给了他们 使他们结为一体,如同我们远为一体一样 我在他们内,你在我内 使他们完全何而为一 世人便知道是你派遣了我 并且知道你爱了他们 像爱我一样 父啊,我在那里 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恨我在那里 使他们相见你所赐给我的光荣 因为你在穿世之前就爱了我 公义的父啊,世人没有认识你 我却认识了你 这些人也知道是你派遣了我 我已经将你的名字 显示给他们的 我还要宣誓 使你对我的爱 存在他们内 我也在他们内 上主的圣言 基督罗我们赐给你 大家平安 平安 我记得以前 刚当神父 就很想说在本堂也可以有一个乐团 但是呢,要开始一个乐团 我们也是需要开始学吉他 所以在本堂我就邀请了一个会弹吉他的 来带领我们的年轻人要学习吉他 那我们来了 每一个人带着他们自己的吉他 我们大概有十个人左右 我们一开始 每一个人开始要弹他们的吉他 我们一起弹 但是呢,我们就有多少的声音呢 他的吉他跟我的吉他的声音是不一样 另外一个,他的声音也是一样的 声音也是不一样 所以非常的热闹 所以这老师就带着我们说 好,我们就以这个声音做标准 那这个声音就是叫做什么 音叉是不是 他就放在 我们就把我们的吉他 按照这个音叉的声音来调整 以后到最后 我们的吉他有同样的声音 是很漂亮的 所以所有的吉他 因为有这个 因为要调整符合这个音叉做标准 所以我们的吉他都有同样的声音了 在今天的福音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是耶稣跟门徒们一起吃晚餐 最后晚餐之后的事情发生的 吃完晚餐 最后晚餐以后呢 耶稣跟门徒们讲了非常非常的话 他就是安慰了他们 也是给他们一些的资讯 讲来他们是如何过 没有耶稣在他们中间的生活 耶稣跟他们讲了非常非常的多 那讲完了 后面 耶稣不再教训他们 耶稣不再跟他们讲 他们如何过 没有他在他们中间的生活 当时耶稣开始为他们祈祷 前半段是耶稣为门徒们祈祷 那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是 耶稣为那些因门徒们的传教 而相信耶稣的人祈祷 那这个就是为了教会 可以说是为了你 为了我 为了我们祈祷 耶稣为我们祈祷 那耶稣的祈祷 他渴望 我们就想一想 我们被人 人为我们祈祷的时候 我们的感受会是怎么样 我们就想一想 耶稣为门徒们祈祷 在那个 对冠福音 是耶稣的祈祷 是在 在三元 三元祈祷 他在祈祷的时候 他离门徒们有一段距离 连他最相信的三位门徒 他带着他们往前 但是到最后 他也是把他们留在哪里 他自己去祈祷 门徒们也不知道 耶稣祈祷祷的内容是什么 但是 耶稣为他们祈祷 为将来他们所带领的人加入这个教会祈祷 他们的心会是怎么样的 我们如果我们听到人被为我们祈祷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感受 应该是有感动 感动 有人为我们祈祷 好 在今天耶稣为门徒们的祈祷 跟为教会祈祷 他渴望的是 门徒们还有教会成员 与他在一起 不只是与耶稣在一起 与耶稣跟父跟圣神在一起 使他们与我们在一起 那这个的我们是谁 是耶稣 天父 还有圣神 我们加入这个三位一体的爱的功能当中 这个是耶稣的渴望 耶稣的渴望 那如果我们看我们现在的教会也分散非常非常的多 有天主教会 有基督教 基督教派有更多的 那我们是渴望 我们是成为一体 但是这个的一体的标准应该是来自哪里 像刚才所讲的很多很多的吉他 我们的那个吉他的音 应该是以这个音差做标准 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们是渴望说我们成为一个教会 那这个教会是在哪里 按照我们的天主教会 我们说这个的唯一的真实的教会 就是在我们的天主教会 但是其他的教派 他们一看到了听到了今天的祈祷 是耶稣为我们的那个基督徒的彼此之间的祈祷 我们有一个标准 如果我们每一个教会 还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以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的标准 爱的标准 合一的标准 过我们的生活 这个我们可以达到 耶稣刚才他祈祷里面的内容 我们以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的差印 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放在这个耶稣基督的中心里 那这样的我们就会成为一体 因为耶稣基督生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 一起奉献于天主 天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原型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愿意以生存充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皆以你的旨意为卷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下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崇拜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受到圣武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法 那终身是佛异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身为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及一切恩人 身为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追赐欺人的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 其一切信任何心中 求是我们敬畏及笑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您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捐弃成建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您使一切基督徒 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之地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称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尝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先以诱惑 但就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旅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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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